對啊 少了很多選擇 有廟口還是比較好的 真的齁 對啊 妳是在地人還是 我是在地人 只有平台有平台 對啊對啊 所以今天開放了 對 趕快來捧場 很好啊 有沒有很期待 沒有期待 但是就是覺得他們可以做生意很好 哦 那妳平台有常來吃嗎 還好 還好 但是就是想說他們可以做生意很好 那今天第一天開放 妳是特別製造過來的還是 趁人少的時候趕快來 哦 基隆廟口小吃終於重新營業了 許多知名的攤商陸續開放 大概有超過一半的都有來正常營業 很多消費者迫不及待到現場來排隊購買午餐 攤商老闆們都有遵守規定 雙照一套 攤位前面那麼十五的必要 不要讓客人直接接觸的機會 所以說 我們是兩個變動方法 一個像那個 咖哩外那個是最標準 那個也是標準的啦 對 這種就是妳如果做不到這樣的話 妳就前面不要給人家做 哦 不要讓人家直接接到十五七這樣就好 怕口罵灰見什麼這樣 直接不要給人家做就可以了 基隆市議員童子偉跟市長秘書陳清左 特別送面罩給攤商來防疫 而民進黨基隆市黨部也特別安排了消毒水 希望大家一起來加強防疫 迎接基隆廟口夜市的重新開張 這個雙照一套是我們市政府規定的 啊秘書要感謝我們東國 送我們這些消毒水 說明天每天都要來順 不夠就要跟我們道 好 也要感謝 共用跟市長秘書 第一現在人很辛苦 我想基隆廟口是全台灣所有遊客來到基隆 第一個一定會來造訪的景點 那大家來到基隆第一件事情是一定是來吃小吃 那好不容易在今天基隆市的廟口夜市是二級解封 大家可以開始營業 所以我們黨部和我們市議員一起共同贈送這一批消毒水 目的就是希望能夠讓這邊的攤商有更多的防疫物資來做清銷 那也希望能夠來到現場的遊客 他們能夠安心的來我們廟口的每一個攤商來做消費 也希望在這些遊客來廟口消費的時候 務必遵從除了勤洗手戴口罩以外 務必要遵從每一位攤販 以及我們現場的工作人員他們的防疫指引 讓我們能夠共同守護我們這兩個月以來 國人好不容易共同維護的防疫成就謝謝 好不容易兩個多月過去了 我們廟口夜市終於因為疫情降級的關係 我們可以再開始來營業 那我想在這個疫情的期間大家都非常緊張 但是解封之後更重要的還是要維持社交距離 還有我們的傾銷工作一定要做 那我們希望廟口夜市能夠很快的恢復過去的這個榮景 因此傾銷的工作我們也極力的這個支持 他們希望他們在營業之餘也能夠 帶給這個民眾一個乾淨安全的一個環境 我想廟口夜市是我們全國民文俠爾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景點 那今天終於在降二級後呢 我們再次的重新營業 那我們市政府也利用這段時間呢 把這個我們廟口的水管跟馬路都做了重新的規劃 那現在有一個嶄新的面貌 那希望在二級這個降級這個時刻呢 我們大家民眾可以安心的來基隆廟口 做好食連制 讓我們店家賣的安心 民眾也吃的安心 謝謝 我想二十七日啊 開始來做二級降級的一個動作 那我想我們的基隆最馳名的廟口 也恢復了正常的一個營業 那在這邊呢 那本次有黨部跟我們幾個議員聯手來提供 這樣的一個防疫這個消毒的一個物品 就是希望說在我們所有的遊客來到基隆的時候 除了能夠享用我們廟口的美食之外 更重要的是大家其實自身是非常安全的 所以其實也在這邊也希望說 不管是我們基隆市民還是全體國民 在我們來到現在的二級的這個時間的時候 還是要做好自身的一個防疫工作 那尤其到廟口的地方也要務必落實實連制 保護自己也是保護所有市民國民的安全 二級解剖廟口安全 基隆小吃讚 記者黃鈞生採訪報導